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个时候呢 就有应该是补草种的时候了 为什么会是补草种呢 因为呢 我们家的这个地市啊 就是前面是很多树 很多树呢 因为这种树呢 全部都是在秋天的时候 全部是红枫叶 特别漂亮嘛 所以说我们一直也舍不得把它砍了 所以说这个草坪的这个整个日照的时间呢 就会比较短 原来的房主都是请专门的这个园林维护公司去做嘛 但是我们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自己再开始做了 因为我在这边也几年大概的也懂一些这些东西 我跟大家说一下呢 就是说呢 就跟这种季节呢 就是应该是去补草种了 假如说你的草坪是有草坪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为什么我们家的这个草呢 就是越长就是越不好呢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就不管你割草割得穷 还是割草割得不穷快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呢 我们的草坪啊 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一个礼拜要去割一次草嘛 就是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割一下草 假如说行坏的话 喜欢园林的话都会这样去做 这样做的话呢 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讲杂草呢 它就来不及就是开 特别是那种小菊花 就是小玩菊 它就来不及开花 来不及去割种嘛 这样呢 就是野草呢 就是说不会去扩散 但是呢 有个坏处呢 就是说呢 你既然野草不会去扩散呢 所以说你的自己的正常的这个草坪的 正常的草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 我们的绿化草呢 也是一样的 它也没有机会去割种子下去 所以说呢 就是讲呢 每年呢 需要有两次的时间去补草种 补这个草种呢 就是说呢 那它呢 就是讲可以 就是每一年就是有 不停的有新草出来 草种呢 这边呢 是很多一种 大家也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去买草种 这边的草种呢 是有 我知道的 就是有三种 一种是就是 很 一种是很耐行的 然后呢 一种是很耐 就干旱的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跟那种小麦一样 就是高尔夫秋长这种 就是一种潜力式的这种 一般情况下就是三种 但是呢 我买的呢 我都是买这种混合型的 就是三种是 就是混在一起的 这样会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呢 你都是还是有草 草能长起来 就是讲混合型 而且当然现在大部分都是卖这种混合型的 而混合型的呢 还有就是讲 你需要去看到是一年生的还是多年生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一定要买多年生的 假的说是你是一年生的 尽量不要去买一年生的 大家呢 可能看到就是讲播种 把这个种子把它拨下去以后 然后他看到它很快它就长了长出来 而且长了很多出来 就讲觉得就是讲 这个草种是蛮好的 其实大家要注意看一下包装上面 它是不是一年的 一般大年生呢 它的这个发芽率它是会好很多的 但是多年生呢 可能就会更缓慢一些 但是多年生呢 它的好处大家也知道就是讲 你不需要就是讲 就是每年都是要这样去补 而且你买这些种子呢 一定要在当地的这个商店里面去买 千万不要去网上买 商店它会把适合当地的品种 或者是某一些 图揽性质啊什么东西的就是讲 推出来给你 这样的话呢 就是讲 因为他们的选择 他们肯定不会把南方的种子 拿到我们北面这边来买嘛 所以说就是讲 每个地方就是 适合种植的这个种子类型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一定是 我的建议就是一定是在当地去买 除非你特别特别懂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今天呢 就是说一下这个 说一下这个种子的事情吧 过几天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讲 哎 怎么去补 怎么去补种 或者是清理这个草坪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